在2021年的美国时间2月18号时 NASA最新的火星任务终于成功的降落在火星的表面 并且传回来第一批的照片 这也让所有的NASA员工更加的欢欣鼓舞 要知道距离上一次的火星任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当然在2020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 除了美国NASA的异力号之外 还有其他两个火星探测器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火星探测器希望号 中国的天问一号 这两个火星探测器也有机会让我们对火星更加的了解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2020年发射的这几个探测器 主要有什么任务呢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火星多少的神秘面纱呢 希望号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希望号 是一个由阿拉伯世界所发射的火星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主要的任务是对于火星的大气做更进一步的侦测 一直以来我们的探测器很少对于火星大气层的研究把它列入火星探索的重要计划之一 所以经过了希望号 希望能对于火星的大气结构更加的了解 这个计划最早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形成了 2014年7月的时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进行宣布 主要的目的就是增加人类对于火星大气的了解 希望号在2020年7月时在日本的总指导宇宙中心发射 并且在2021年的2月9号时进入了火星的轨道中 预计在2021年的9月以后就可以把数据送回地球 这送回来的数据呢就可以让我们对于大气层更加的了解 中国天文一号天文一号是由中国发射的火星探测任务 预计在2021年的5月21的时候会登陆在火星的表面 这个火星任务在2020年7月23的时候 由海南的太空发射场所升空 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在今年的2月10号的时候 进入到火星的轨道 它和NASA的探测器不太一样 NASA的火星探测器从地球发射后就直接登陆到火星的表面 天文一号的设计是先让天文一号在火星上巡逻一阵子以后 才找到适合的角度将火星探测器降落在火星之上 所以虽然它比较早到达火星的轨道 但是预计要登陆火星地表的时间 可能要等到2021年5月21号的时候了 它的任务主要来研究火星的地质结构和大气结构 地表矿物的物质组成 火星的内部磁场和地质的演化 主要的目的还是围绕在火星是不是曾经存在过生命 或者具备生命存在的环境 不过登陆火星的任务对于任何一个火星探测器来说 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除了美国NASA之外 之前的探测器登陆火星的时候都失败了 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探测 天文一号会不会成功呢 当2021年5月21号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NASA的毅力号 在全球瞩目的状况下 2021年2月18号 毅力号着陆在火星的杰泽罗陨石坑 这个陨石坑一直被认为曾经是一个湖泊 所以有可能有生命存在的证据 在陨石坑其中边缘还有类似扇形堆积物的构造 也有类似河道的构造 所以科学家推论 这边曾经有水的存在 或者就有生命的存在 这一次毅力号最特别的任务是要收集火星上的岩石和土壤 未来有机会的时候 以后的任务就可以将这些土壤跟岩石带回地球 可以让科学家更清楚地知道 火星这个星球的气候和地质状况 不过这个预估的时间大概在2031年的时候了 毅力号总共带了7种科学仪器 23个摄影镜头 2个麦克风 大小和一台小型的越野车差不多 重量大概1吨左右 每天可以自动行驶200公尺左右 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带了一个无人的直升机 这个也是第一次有一个无人的直升机 在请它星球飞行 目前毅力号预计在火星上 可以漫游一个火星年的时间 一个火星年大概是地球上687天左右的时间 随着科技的进步 未来我们将对这个距离我们超级远的红色星球 更加的了解 科学总是不断的往前走 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所以我们聊聊吧 一起看这个世界吧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来聊聊其他的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哦 拜拜